那人间样王恨不能当场昏厥呀 他对仙子说 你我举案齐没了三年 如今骨肉在毁 谁知道你竟然是天上的仙子 仙子说 仙凡不能相恋 孩子一旦孤孤坠地 就会引来众神之怒 人间将干旱十年 洪涝十年 你这可怎么办呢 如今之计 我只有先上天 祈求主母不降罪于你 你一定在凡间等我 千万不能宣后 那样王肯定不等他了呀 你们实现台下都这样 这位可难啊 您再猜猜 不知道啊 要给你试试 有道是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这样王这般情深 时间能否左右他也为可知 谢谢啊 您还别说 这样王还真就等了他 真漂亮啊 你会等一个人这么久吗 这九年里 若是真心 就算得上千年 也不过是虚拟 雷天站在南天门前 受天类 说得像你等过似的 那万钧雷霆 黑得像黑色的厉鬼 紫的像深渊里的龙 从九万里的高空抽下来 每一条都像一把利剑 深深地刺进仙子的 肌肤里和骨头里 他眼见着自己的骨肉 从肚子里被雷抽出来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告诉燕王 你受到这些苦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爱一个人 是不惑其想当世的 只要他好 每当他经守不住自己 都会不断地 回忆 但你呢 我也不会 为什么 寿完天子 竹母心疼仙子 便同意了仙子的哀求 仙子一回到人间 便找到了样王 此时的样王 因为思念两病万败 此证是 金风玉露亦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仙子隐瞒了受罚之事 告诉漾王 忘却人间苦 跟他上天 在天上做一对神仙眷隆 从此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们 我觉得 漾王不会跟他走 可是没想到 这漾王居然不同意 是为什么呀 是为什么呀 诸位 你为什么会决定 漾王不会跟仙子走 听故事的人 当然是希望结局美好 但是他们不曾想过 漾王是天下的吗 若是漾王真的走了 就民不聊生 百姓疾苦 他怎么可能置之不理啊 可你又曾想过 这天下百姓不缺明军 可是仙子却只有漾王一个人 为了这千万人而舍弃那一个人 这样就对那一个人公平吗 那就算这漾王真的上天了 他就可以安稳过日 过上眷旅神仙吗 漾王就算上天了 他心里有个节 天上再美好 对他来说也像地狱一样 若我是漾王 我宁愿 背负一辈子的愧疚 我也会留在人间的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就是由你这样的人 身上太有悲剧 都别说了 扭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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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没事了吧 没事了 那我们出去吧 再躲一会儿 你干吗呀 我干吗呀 不是 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 神仙没有心跳 那是你的 川儿 你怎么办 你这蝇的 说话 你就会ada 你怎么办 但是你怎么办 不要 他 我想办法 你不吃啊 公主大人 您可真能吃啊 不能浪费食物 要懂得珍惜 是 要懂得珍惜 我看 您也挺喜欢这般无忧无虑 撒泡耍脸的生活的 就这样频频繁繁过一辈子 是不是也挺幸福的 这面汤酸酸甜甜的 好好喝 有梨果的味道 你知道吗 在我们那边 特别爱食醋 面里也会加醋 这味道倒是体像梨果的 也不知道老板是哪儿的人 是 是梨果人 真的假的 真的呀 这一路上 鸟雀叫得像梨鸟 它就是梨果飞来的鸟 这街上的湖姬会跳几个梨布 它祖籍就是梨果人 反正天下大头 你也不必复国了 你干嘛要说这样的话 小春啊 这么信你了 你有没有哪怕一刻 心里想的不是灵灯 不是家国和百姓 只是当下 有吗 有 什么时候 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 吃吧 公子 小姐 给 给点钱吧 几天都没吃饭了 走开 走开 谁上去了 小姐 公子 你们别介意啊 最近哪儿 梨果的难民 流窜到咱陶渊镇 天天来打扰客人 走走走 等一下 来 拿着吧 在这儿体面的生活下去 还有啊 过来 这位小姐 最欠不得灵魂的 她会出鼻子的 千万别跟她叙救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走 先回家吧 谢谢啊 应该的应该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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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哪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啊 快回家吧 好 谢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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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面的生活下去啊 我还以为你很介意我的事呢 我哪敢介意你的事啊 吃一碗面的功夫 可能就有一个黎民 被妖给杀死 就连我这不问世事 游戏人间的新人 也被迫卷入了红尘 你可真厉害啊 公主大人 你放心吧 那颗珍珠我会想办法换 不必了 只不过呢 我身上就带了这么两颗 一颗给了客栈 一颗给了她 怕是这上路的钱都没有了 不如 我们就在这个镇上 多多了解 你是不是想拖延时间 扶贫即困 怎么能说是拖延呢 更何况 那可是你的人 我得帮啊 但 那帮也得量力而行 你这样不就把自己 搭进去了吗 干吗 帮人量力而行 不要把自己搭进去 这些道理 你应该说给自己听啊 公主大人 这些道理 只想拖点